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名字叫轻松实现多视图一致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项目它有两种生成模式 第一种通过文字来生成后面的一系列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它是同一个物体 不同角度的这样一个形象 大家看这是一个鹦鹉对吧 然后它可以生成这种第二种角度 第三种角度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通过图片 给一张人物正面的图片 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来生成 这个人物的其他角度的这个形象的图片 所以这个项目呢 其实在这个美术相关的这种工作 或者是这种3D建模类的工作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非常的有用 然后呢我们直接来看这个项目 它这个项目给的东西其实挺多 这个是今天的包 13.7个G 这个大家需要下载一下 稍微有点大 然后呢有两个启动文件 就给咱们先来看这个图片 双击启动 这边稍等一下 加载模型需要点时间 这边有个地址 这是它的启动地址 点一下 那么这个项目的话 说实话这个启动还是费劲 它这个加载模型有点多 需要的时间有点长 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那么这个项目的界面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咱们直接做演示 那么下面有三个例子 我们直接用它这个例子 大家看我现在呢 输入了这样一张图片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运行这个项目 它可以生成一个 不同方向的这种形象 我们稍微等一下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已经出了结果 总共六张图 然后这是每一个角度的这个图片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侧面是吧 都是侧面的 背面 图片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这个颜色 包括整体的风格吧 跟圆图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这个效果确实很不错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文字的 把它关掉 启动了 点一下 这个是文字 生成这个图片的这样一个界面 它比那个更简洁一些 那么我们来找个文字 用这个吧 不过它这个是图片 我们来结一下它这个文字 运行 这个我们等一下结果 刚才忘了给大家说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项目的模型 是可以随意更换的 大家看它这边是有这个 动漫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效果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是可以通过模型来解决 大家知道这种不同风格的这种 绘画模型 它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么具体换正打换的在这 这两个涉及到的这个文件 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比方说我们打开一个 大家看到这边呢 是这个模型 大家是可以改的 那么另外一个是在这 这个地方 把这个绘画模型改了就可以了 把你这个需要的新的模型 把它放到 放到这儿 放到这个里面是所有的模型 所以大家自己改 大家看到这个结果出来了 也是六张图 那么也是各个角度的这样一个图片 整体来说风格一致 而且这个每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那么这边有种子嘛 它这个是个应该是个随机种子吧 然后你从一跑一远就可以了 直到你满意为止 今天就是这些 大家感谢去的话 可以自己下来试一下 这个还是挺好玩的 大家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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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